相对位置与绝对位置的运用 那在XL有分这两个很重要的概念 请来看看咯 好,我们先让同学看一下文字好了 相对跟绝对的位置 请范例把它开起来 3-2-1哈佛中学成绩单 好,开起来完以后呢 我们先点一下这一格 你看一下哦 我们先介绍一下相对位置的参考 这一格的成绩呢 林心博就是把这个C-D-E-F加在这里 所以公式等于C3-D3-E3-F3 好,当我往下拉的时候呢 点在这一格 它跟公式自动变更哦 叫C4哦,有没有 然后再往下拉 这一格的公式又变成C5 所以呢 它就是这里的加给它 所以公式往下拉的时候 这公式当你往下拉 它的位置是5 看这里 6-7-8 它会自动变更 我们称为相对位置的变更 让公式才不会出问题 那我们要看公式呢 你可以按Ctrl加小蚯蚓的按键 小蚓蚓在哪里呢 Ctrl在这个 有没有看到它是小蚓蚓的 我按给你看哦 Ctrl加小蚓蚓 点选在这里 它告诉显示公式出来 在Ctrl小蚓蚓 切换的方法 我想提醒同学就是 公式它会自动变更三四五六 当你往下拉的时候 它会自动变更 再看一遍 我们把它删掉 点这一格 拖一往下就变成四 拉下来五 一直拉 这个公式在拉的时候 它会自动变更 才能够符合是左边的 这是相对位置的参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绝对位置的参照 绝对位置是说 我在复制的时候呢 位置不能改 绝对位置前面要加钱币符号 因为有两直的 横的 所以要加两个 那如果是只有 V这里叫做蓝 直的固定 那列呢 是在二的地方 就像这样 待会我们把这个亚洲星资表的答案 把它开启来 开启 旧档 我开这个亚洲星资表 亚洲银行星资表 开启来三次二之一 那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调整后薪水 假设说公司要调整3% 对不对 那就是这个 它乘机 总经济的薪水是V4 V4乘以加薪的比例在这里 V2 这个乘以这个给它 所以 等于V4 乘以V2 按Enter 这当然都对了 加3%的话 总经济的薪水有8万变成8万2400 可是我往下拉一个 仔细看哦 预设叫做相对 所以当我往下拉的时候呢 台北处长就没有钱了 为什么没有钱呢 它的原理是这样 你看一下哦 它乘以它给它 当你公司往下的时候 就变成7万乘以原来薪水给它 7万乘以数字乘以文字 是不能运算的 所以就变成Value的 V5乘以V3 V5乘以V3 如果再往下拉呢 可不可以 又出来了 哦很可怕的 台北业务距离变怎样 这个乘以这个 薪水乘以8万倍 就变这么多了 所以呢 我们希望 当我公司往下拉的时候呢 这些通通都错了 要把这一格被固定下来 这一格被 大家都乘以它 它要被固定就叫做绝对位置 它要被固定就叫做绝对位置 好 故意再讲两边 来点看哦 好 要把这个固定下来怎么办呢 好 点这里 按F4 再按F4 有看见吗 按F4是切换 相对位置跟绝对位置的切换 点一下 直的横的都F4 都是绝对位置 再点一下 列 再点一下蓝 所以把它固定下来 下来就像这样 好按Enter 好那仔细看哦 现在公司变成 V4乘以绝对位置的V2 这时候呢 往下拉 这样就不会有问题 就全对了 所以我们要跟同学讲 在Excel的表示方法呢 有相对位置跟绝对位置 好 再看一遍哦 怎么切换 点在这里 当然这个前面符号 自己打也可以 我们喜欢是按F4 按F4做切换的动作 这要提醒同学 所以我们这里花了一点时间 让同学了解一下 相对位置跟绝对位置的参照 请同学再试看看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储存格的格式 既然是前币符号 我们把它选起来 对不对 那这里可以加什么 点一下 就加前币符号了 而且呢 82400.00 不要小数点好了 这里可以加的 那这个是新台币啊 那如果说 英镑哦 我改成英镑 这个是欧元 这是人民币 这是法郎 可是我要领美金 美金在哪里 其他会计格式 这里还有更多 美金就US搭了 就变US 哦 乘以这样就不得了哦 薪水是美金82400 那就要大约还在乘以29点多 那这个是一般的做法 那除了这个以外选起来 你也可以点数字的格式这里 我们看看会计专用 这里是可以调 那这边呢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小数点后面不要 那这个呢 下面很多 这个是各国的 越南的 巴拿马的 全世界各国都有在这里 那就请同学自己参考看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选的是什么 我希望他领的是日文的 这个 那再来 西藏维文都属于中国 那韩文的 这是韩国的表示 领韩元 做法是像这样 那这是格式一个调整 就是格式的调整 所以我们在美国的推广 这就是格式的调整 那就是格式的调整 这个就是格式的调整